新北市金山今天受到了台美颱风外围环流 跟东北季风的影响与世加剧 让长兴宫附近的居民忧心忡忡 还有民众半夜都不敢睡 不断地查看外面溪流的状况 就怕再上演日前山土耳颱风带来的淹水灾情 金山老街的业者也不敢松懈 持续做好戒备 怪手不断挖掘新北金山尚回受山土耳侵袭 仍持续进行灾后重建 这次台美颱风外围环流及东北季风影响 夜间大雨不断 让长兴宫附近的住户们不敢入睡 不仅居民感到不安 同样忧心的还有附近的金山老街商家 受到上回台风影响 生意惨淡顾客寥寥无几 知名的麻烙店业者更透露 昨晚一听到大雨就立刻跳起来 更担心老街再度淹水 会超怕 因为淹的话变成我们没有赚钱 还有灾水 一个山坨儿金山居民淹怕了 绷紧神经戒备 随时留意水位变化 新北综合报导